选择二号图案的鲜粉老师帮我们做解析 好,我看一下二号的 选到二号这个图啊 老师会会有点小小小小小希望你最近要放轻松一点 选到二号这个图代表你最近的状况 其实是有一点在低压的时期 就是你可能不管最近是工作或是生活上 你可能给自己有点比较大的压力 或者是有可能现在疫情的状况 你每天新闻看着看着无形中其实会有点压力在身上 会咧,我有朋友就是这样 他其实也还OK,他们家也没有人出国什么 可是他看新闻就看到自己就是 会担心啊 很担心耶 对啊,热群的 热群的,通常自己容易给自己 搞操环啦 不要这样,放轻松 老师会帮你解盘 看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对啊 如果你选要这张图的人啊 会建议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抒压方式 哎哟 像什么呢 像,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去登山 但最好看你的体力 如果你选要这张图的话 你应该是选择一个远离世俗成销的地方 那你现在不能出国啊 那你不如就可以往山上走走 但那个就是要跟你的压力要有对等的强度 比如说像登山这种运动 你是要有点毅力跟耐力 那你可能爬山的当下你是很专注你走的每一步 而且在山上的时候 你的手机够高的山 其实你是没有收讯的 你要完全断离目前的城市 让你的心灵完全放空 然后去大自然补充你的正能量 所以就是要完全断网就对了 对 就是比到你没有手机没有网路的情况下就对了 对 但如果你断网你又在城市里面 你还是会好翻好翻好翻 而且有定制可以看 对 就是你就要远离你目前生活上所有 了解 你要跳脱一个空间就对了 对 会建议说你很适合现在完全跳脱一个空间 然后去补充你的正能量 那大自然是真的很好地 吸收分多精 对 然后去换气 把世俗压力的气把它换掉 高雄那个观音山那边也不错 可以高一点的 对 像我们这种肉咖 很做体力很差的 瘦山爬一爬就好 对啊 就是记得断网 你就是先开飞航再去打瘦山 哈哈哈哈 哦 了解了解 好的 好开飞航模式 对 那这一张呢 老师要给你建议就是 好 你除了去做这些 可以让你完全放掉你限制生活事情的之外 那在当你再回到限制生活的时候 记得要小心谨慎的应对你最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哦呦 对 然后要有耐心 嗯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有毅力去撑着度过这些压力的时期 真的哦 好了解 那这样选择二号牌的S7知道了哦 老师感觉有一点小小的语重心长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